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呢 它这个里头呢 就是一张通行证 是属于我们这些有参展作品的所谓超级VIP才拥有的一个套装组 那么呢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AM01 这个是玩具反抖城限定的一个Outpost Prime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以后呢 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哈 这是一个日版的玩具 就是什么战斗盾牌Outpost Prime的这个意思吧 然后反正就以后再跟各位来分享这一个玩具 就没想到说官方是送这一组吧 那刚好呢 也挺幸运的吧 我没有 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Outpost Prime的这个模子呢 是那种的罗巴斯尼斯盖的那个版本的 当然涂装是不一样的 还有多了这个多了这几个配件吧 呃 应该是 不是配件啊 就是几个小小的机器人呢 像这个呃 这个这个小小的目标战士可以变成这个加布林加加倍 这个日文是英文的加布林的意思啊 就是标枪嘛 然后这个这个阿克斯就是斧头了啊 这个就是Lens Lens呢就是Lens是长枪啊 不过这个Lens是英文的L-A-N-C-E吧 Lens就是那个有古时候有一些骑士拿着长枪会夹在这个夹在这个夹窝下面 然后对对次的那种东西叫做Lens啊 这个以后再跟各位再跟周围做分享吧 这个这一这一集呢 应该是要跟各位提这个台北首日 呃 全球首日台呃 首日风台北限定版吧 那因为还没拆呢 今天呢 就干脆利用这一集呢 来把它做一个拆合吧 那其实呢 呃 这一次我去了台北之后 那我发现这一次的会场还是以Transformers Prime 就是领袖之证作为它的一个主打 门口的海报啦 还有那个呃 因为展场是在七楼 可是你在一楼的大厅呢 就看到一些柱子上面有一些 呃 我说的柱子是不是Optopus Prime 不是晴天柱大哥 不是 就是是真正的柱子啊 他上面的那一些呃 大型的海报看板什么 全都是领袖之证的系列 那反正电影电影的海报呢 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呃 首日风的这个后面这个背影呢 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他是领袖之证里头的Optopus Prime 好吧 那今天就跟各位来做一个开合吧 是一定要开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呢 我就进不了会场啊 除非我另外自己再掏钱去买 买门票 但是 没打算这么做啊 我们就给他做一个开合的动作吧 哎呀 看来我 这个东西的技术不是很好啊 尽可能还是小心一点 那么呢 那么呢 这一个 如果之前呢 有些朋友应该会在网络上 或者是在一些便利超商会买他的一个 也是首日风 但是好像没有台北这两个字吧 那我们这个是有台北这两个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属于 我们是属于 镜头调整一下好了 ok 这样子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哦 我们 有一个房 哎呀 这个呢 非常让我 很熟悉的这种 防状 这种吸泡垫 里头还没有什么东西呢 没有了啊 这个盒子呢 就可以 小心的保存到 请到一旁去 这是一个铁 一个铁盒子吧 哦 Transformers 就是 呃 变形金刚的这个 EXPO 就是什么什么的解决 不是很 哎 镜头好像反光 这可以反光的 反光的很厉害 镜头好像怪怪的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 薄派跟一个狂派的标志 那台湾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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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居然有特别印上这个 这个字哦 台湾2012吧 我们把它 打开啊 这个 这个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 全球限 呃 全球限定2000套吧 都 不过就我所知吧 2000套呢 是应该是指的是 呃 首日风一共有2000套 但是呢 我们这种 VIP 超级VIP 好像会展方式跟我们说只有60份 哦 那这里面呢 就提到说有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 这个呢 里头就是说这个 铁盒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它有 贵宾同行证一张一卡可以两人同行 那么呢 这个呢 跟我们实物上是有点不一样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好了 这是金属的入场证吧 这个跟 重点来了哦 我们这里有一个无限次同行 如果各位呢 你是没有做 没有你的作品或者是没有你的影片参加这一次的展览的话呢 你所买到的这个VIP卡呢 它是整个是银色的 但是呢 我们这种超级VIP卡的话呢 外面这一圈是属于金色的哦 然后呢 我们的话会标上无限次同行 就是说呢 在展期的四个月之内呢 我想进去 我就随时可以进去啊 那 呃 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后面这里呢 我必须签上 使用者的名字 我如果 比方说我想把它送给蔡依林的话 我就给她写蔡依林 然后呢 蔡依林呢 就必须要拿着这个通行证 然后和她的证件呢 她才可以无限次进入这个会场 但是我只要写上蔡依林的话 很可惜 我 我本人呢 我就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她们是任卡后面写的名字跟有效证件 哦 那至于一般的首日风就是银银色整个是银色边的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就不太清楚 据说了是只能通行一次 但是一次可以带一个人进去 就是说你可以两个人同时进场 那只能使用一次哦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那天进出就是靠这个了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里有那个 应该是 两枚的纪念币吧 什么材料的呢 我算了不想看了 应该不可能考虑把它卖掉了 这两个标志呢 然后 哦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左 左手边这个是autoba 就是博派的 右手边呢 是decepticon 然后呢 可以看得到 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呢 这一个博派标志 除了这个传统汽车人的标志之外 它后面呢 还有一些线条 这些线条呢 依我的艺术眼光来判断呢 它是一个都市吧 然后这个decepticon的 这个传统的狂派标志 后面呢 后面呢 似乎是一些 倒塌的建筑物吧 应该是象征这个博派是属于 繁荣与建设吧 然后decepticon应该是破坏和掠夺的意思吧 应该是象征这个意思 而这个autoba的翻过来之后呢 是 就是一个autobus fly的头雕在里头 然后这个autobus fly呢 一样呢 是我们这一次的主导 它是属于领袖之争里头的造型了 那可想而知 的确呢 在另外一个里头呢 它就是属于密卡登了 就是维建天把天虎的首领啊 两个纪念币 还有呢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行李 就是行李托运的时候那种那种标示姓名用的卡片吧 我想看一下里头 就只有一边呢 为什么是博派呢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拿到狂派的吧 这个万一 这个地方是博派我可以理解啊 因为毕竟变形金刚的话还是这个图腾是比较 但是里头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人拿到狂派啊 如果你是拿到狂派你可以给我留言一下吧 那最后呢 应该就是这个吧 这个 其实呢 它其实它就是我平常节目里头拿来当笔记词的 这一个 什么 火种源 什么 因为它这个胸口的这个 贴纸上面的图案呢 是打开的 里面是那个领导模块在里头 那这个 这个呢 跟这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 我曾经说过 我当初 在玩具版本的可能是以消费999块钱台币呢 然后免费获赠到这个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属于非卖品 那据说就是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电视新闻说它是什么 哪个国家吧 圣地牙哥还是什么来着的 的一个限量的商品吧 所以一样拿来附赠在这一个首日风里头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 什么什么扣环吧 这个应该是刚刚那个 应该就是刚刚这这个东西使用的吧 嗯 ok 那这就是 全球 什么什么台北限定什么首日风的全部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啦 那当然作为一个变形金刚的粉丝来说啊 我最主要是呢我们是因为餐有自己的作品呢拿去参展了 然后惠方了就送了这个东西给我们了 所以就 会特别特别特别觉得它很划算嘛 特别是这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超级VIP的同行证了啊 好吧那今天呢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个全全球首日风台北限定买的内容 那一样呢这个如果是台湾这边的朋友的话呢 11月3号呢我会在会场出现 那就我会从 我应该会在会场待上几个小时吧 然后请请各位就不要接去 当然我知道各位是各位是很很给我面子很想光啊 就是说呃请就不要就是在Facebook上面就就不用再一直追问说我到底会几点会到然后待到几点了 因为就是你们一定会遇到我的相信相信相信我吧啊 就各位一定会一定会遇到 除非我有什么事情去不了那就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我应该是99%是会到会场去的吧 好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见面了啊 那至于呃香港啊或者是其他或者是不管是大陆朋友还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呢 因为这个会期你跟我四个月啊还是欢迎各位呢有空的到我们台湾来走走 特别是到台北的边形金刚跨世纪年会的会场来 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请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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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